2016年同門部落會議集體決議 在檢查哨前搭建部落工作室 卻遭人檢舉侵占國有土地 同門部落主席鍾德光 被第九河川局依竊占國土提起公訴 經過兩年的審理 今年7月中花蓮地方法院宣判鍾德光無罪 部落燃起狼煙告慰祖靈 宣示守護土地的決心 同時也要繼續逃回部落族人的 200多筆土地 然而近日檢察官的一紙上訴書 再度讓部落人心惶惶 泰魯閣族人該如何藉由司法體系 讓權力落實 這一場國家與部落的土地之爭 持續上演 花蓮蒙古墓魚生太郎道遠近馳名 往年到了暑假 都會吸引許多外來遊客慕名而來 我們這裡同門從92年有這個 穆古墓魚那個光光人文自然生態之後 所以我們因為這個都是光光數字的 把我們的人名跟地名還有我們這裡的文化 修俗都弄偏了 所以我們開部落會議的時候就要在這裡做一個文化工作室 隨著原住民族全力意識抬頭 同門部落泰魯閣族人不滿長期被觀光霸凌 衝擊了當地環境及生態 2014年曾以銘槍封路的方式捍衛部落生存 跟在2016年自主公告了部落的傳統領域 要求撤除同門檢查哨 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開了第一槍 童年部落也在檢查哨前方搭建了一處2.5坪大小的傳統竹屋 作為文化知識傳承之用 那個時候做了之後還沒有整理好 現在都在官司啦 現在打官司了 傳承族群文化的美意 一事之間卻突然背負了 竊佔國有土地的罪名 蓋這個竹屋 然後由部落主席 也就是本案的馬嫂 來做監工監督的這個工作 那到了105年8月 大概落成了之後 隨即就收到了這個河川局的公文 然後要求說要把這個竹屋拆掉 因為他們違反了河川 那個水利的河川法 我們這個土地是從日記 還沒有人所找到就在這裡工作 一直到中華民國來的時候 還是我們的政府 現在九合體公告 95年公告那時候 就是說是我們佔有它的 我們還不知道是佔有河川局的時候 他說到底是你們的還是我們 他說他們說95年公告的 他說95年我的祖先 跟我的人已經是第四代了 在這裡公司已經是第四代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太習慣了 水利局在95年 公告它是河川區域的時候 完全沒有跟部落主人 做任何的商量、溝通、協調 開任何的公廳會全部都沒有 他就擅自的畫了這條線 然後說反正這條線以外的 全部都是河川區域 都不能蓋房子 那這族人完全不知道 甚至在這個偵查的過程中 才去套繪 套出來說 原來這塊真的是河川線 所謂的切站是跑去佔有一塊他人的土地 然而同門部落的泰魯閣族人 早從日據時期之前 就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耕種 只是在國家進入以後 將部落傳統規範鋸於門外 不僅設置了檢查哨 也在同門部落的土地上 蓋了八座電廠 其中一個電廠 甚至距離竹屋只有幾百公尺而已 花林地檢署說那邊曾經發生過 土石流超級危險 可是我們看那個地方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個離檢查哨 才兩公尺的距離 國家蓋檢查哨覺得很安全 我們兩公尺旁邊蓋竹屋 超級危險 竹人最好不要在那邊 甚至同一側的前方 還有一個大型的發電廠 那個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們蓋的竹屋 其實是離這個河川 這個水平線 大概還有100公尺的落差 那在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說行政機關 不妨借用族人的智慧 大家一起討論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真的 適合化為河川線 還是應該退讓 作為一般的圓寶地 配給族人 那才是符合當地的真正的公益 而不是行政機關 隨便用一個大帽子扣上去 說要為了大家的安全好 那你們還是不要在那邊活動好了 那你認為這可能比較不服實際 也是行政機關自己的一廂情願 除石流這一塊是同門 是我們同門那個十二零 十三零 十四零 以前的發電廠的 發電廠上公司的 鑑店 鑑店鑑的鑑店 那個是從那個我們 同門村的正上方下來的 那個除石流 因為以前那邊是 以前是原始嶺 那時候 相公所把木頭 去到賣賣給那個 等於是賣給那個紫薑廠 所以那個樹頭爛了 就土石流就跟著這個山溝下來 民國79年 同門村因歐菲利颱風清洗 造成同門村十二零 及十三零遭土石掩埋 活埋了36位泰魯閣族人 至今仍是族人永遠的痛 如今土石流現場只留下紀念碑 族人也因此被遷居平地生活 與自己土地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現在這個就是日系時代他們辦公的 清流發電廠 這個清流發電廠 那邊有看得到那個吊橋 那個叫同門發電廠 清流發電廠 裡面還有龍建發電廠 還有清水發電廠 還有龍溪發電廠 那個是最裡面 我們先到看看我們那個土地好不好 以前這個沒有土石流的時候 這個本來就在很底下 你看那個路就在這個平面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路就從上面 但是這個崩掉了 崩掉了就沒有辦法過了 木骨木魚主要聯外道路 同門一號隧道 近年來不斷發生大規模貪方 目前只剩下台電公司 暫時僻建的水路變道 供工程車通行 而當地族人要回去山上耕作 就必須冒險繞到路山 很多人要進去游泳這樣 去去汽水這樣 所以現在又沒有辦法了 因為現在繁繁了 我們祖先很明顯是不肯 不肯給外人進來 經過兩年官司周旋 傳統竹屋的土地案件 花蓮地方法院判決還給族人清白 判我們族人無罪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族人 他們的心情是怎麼樣的狀況 傻哩 傻哩 我們告訴我們的祖靈 透過狼煙 透過今天的儀式 讓所有的族人到前面來 原因在哪裡 我們不是罪人 對於判決的內容 之所以認定當事人無罪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認為他沒有犯罪的意圖 也就是說對於花蓮縣政府 所進行的這種河川區域的劃設公告 因為沒有公告周知 所以當事人不了解不知道 所以無意間觸罰 以這樣作為一個理由論述 來做成這個無罪的判決 實質的效果上 當然是對當事人來講是值得高興的 可是對於未來怎麼樣去論述 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 我覺得其實還有很多的 要進一步去努力的空間 翻開花蓮地方法院判決書中提到 檢察官只能證明同門部落居民 在河川地上興建築屋 但卻無從認為被告窒息 或可得而知土地為國有地 所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未來要持續去進行 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的討論 光就這個判決來講 其實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在7月17號收到判決 然後我們後來也開了記者會 那請求檢察官不要再上訴 但是很可惜的在前幾天 也收到檢察官的 檢察官林俊佑的上訴書 這個司法單位我實在是不太了解 真的是浪費國家資源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東西 檢察官的上訴書 讓族人再度陷入官司泥造 但所穿地不能蓋房是事實 所以為了解套 8月10號部落主席和律師 也前往地主核專局 進行溝通協調 希望能修改核川線 不要進行行政裁罰 然而對於族人來說 最終目的 還是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土地 這裏都是我們污農的地方了 這個山頭一直到 你看 這都是我們的保留地 一直到清水那邊就不是了 有個大山溝 我後面都是平台一直到上面 都有都有都有 這都是污農的 我們這裡都是一樣 等一下我們從那邊下去了 都有污農 所以像這些土地都還是在國家手上 還沒有發射 這個都花了 都花了 就是還沒有發射 有的已經有了 像他們這個做污農的那個 土地全壤都在他們手上 像那個沒有做的 有的還沒有釋放 很多沒有釋放 這裡這個底下是六五一地段 上面是五七九地段 其實早在民國八十九年間 部落就曾集體向壽林鄉公所 申請放嶺元寶地 地點就在同門段 五七九六五一地套 共有348筆土地 而族人也分別支付了 每筆土地三千元的測量費 但最後卻只有97筆土地放嶺 剩下的251筆土地沒有下文 而此次新建築物的土地 就是沒有放嶺的其中之一 也因為如此 族人才背負了侵占國土的罪名 至今相公所都沒有配給族人 那這一點我們也在 也去監察院做過程序 那目前也有監察委員在處理中 那個時候89年全部都測好了 每一筆三千塊 不過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沒有 有的釋放了 好像幾乎是他們自己相公所那邊 自己的人好像都花了 像我們外人都沒有花 這個整個真化編的工作有哪一些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早期的 這個資訊不足的問題 就是說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當時開啟了這個真化編的這個機會 可是大部分在原鄉地區 即使是在平地的原住民地區 都資訊不是很充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你剛才講的 就是有人可能假借要協助真化編的名義 然後向族人收取費用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完成這個真化編的工作 中間可能族人覺得被詐騙等等 這樣的真化編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它的程序所產生的限制 這個程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必須經過現在的土地的 這個管理機關的同意 譬如說它現在是林班地 那就必須經過這個林務局的同意 譬如說它現在是一個國防的這個用地 它就必須經過國防部的同意 那我們看到的很多的情況就是說 豬人在透過鄉公所縣政府提出了 這個真化編的這個申請之後 到了現在的這個土地的管理機關的 這個階段的時候就被否決掉了 那這個否決就造成了 豬人提出真化編的申請 但是通過率是普遍的偏低這樣的問題 同盟部落元寶地的問題 也突顯了真化編制度的缺陷 不過無論如何就是說 第一個層面就是說 應該要回到它的這個 在它的文化習慣裡面的 這種財產權的確認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大概應該是在土海法裡面 應該要去規範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對於空間的規劃的 決策的權利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應該是在國土計畫法裡面 來做規範 而現在我們的國土計畫法裡面 也存在著原住民去進行這種 合適自己的發展需求 或文化習慣的規劃 這樣的空間 所以未來就是如果說 同盟部落能夠善用 現在國土計畫法裡面的 原住民權力的機制的話 那應該是在這個上面 可以得到一些突破 公部門的改革緩慢 導致過去族人都很害怕上法院 但這次同盟部落 傳統族屋的土地爭議 該如何藉由司法體系 讓權力落實 一場官司 凝聚了部落自治意識 同盟的太魯閣族人 給了全台原住民族社會 一個重要的啟發 這也是部落自主發展的必要之路 务場應 收聽到